今天我现在已经6点10分了 然后已经关门了 但是还有一些单包裹没有弄完的 所以我现在边弄 然后跟大家聊一下我今天的这个事情 今天做的事情 我边干活边跟大家聊 我上个星期吧 上个星期五 星期五还是星期四 我忘了 接到一个audition 这是Netflix的TV series 就是连续剧的一个audition 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华人的一个角色 所以的话 就特别想把它做好 然后再加上本身 就比如说 一个不管多大 哪怕是很大的一个电影 或者是电视的 但是那个角色 那说国语啊 说广东话 或者是台词比较少啊 那我都会比较有信心 然后也会比较快的去完成嘛 但是这个的话 这个角色是第二代的华裔 虽然是在很久以前 在18多少年的那个时候 就美国的南北战争 其间的故事 你想想那个时候的第二代 他还是受过还比较好的教育的 那个一个人 所以他其实是说一口 就是美语的 就是因为他在这边长大 他还接受过那个高等的教育嘛 可想而知 他的那个英语的水平啦 那 那对于我来说 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啦 那我是来美国 刚刚满十年 然后一直生活在华人区 虽然是 原来英语是有一定的基础 然后 但是来了美国这边之后 住在华人区 其实英语是在退化的 哪怕就不退化 但跟那个ABC来说 那你的差距也是差得太远 而且又还要演戏 还要把这个戏演好 所以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当时是 找了朋友来给我去分析这个剧本 然后 第一从剧本 因为语言来说 就不可能一下去改变 但是我得把它说好 那如果以前的有一些小角色 是华裔 新移民的话 那英语只是带一带 你说有口音的 或者说是磕磕巴巴的 也 所以我也不用去花那么多时间 但这次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 对我来说非常渺茫 就或者说几乎没有 就应该说是 万分之一的这种几率 才有可能去获得一个 拿到一个callback或者怎么样 我真实的想法是说 如果真的是cast我了的话 我也很难去handle这个片子 但不管怎么样 我的心态跟一年前两年前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试 我就当它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所以的话 我第一首先请了朋友去跟我分析剧本 然后我自己在那么几天私下 就自己把整个三页纸的台词 都去尽量的去不断的去练 练到很熟悉为止 没有说为止 其实到今天我完成 也没有说说得很好 只不过比之前还是好很多 这是第一步 然后后来在家里 我也不想浪费时间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看着一个剧本 来去读去背的话 我觉得挺难 让我去 就是熟悉起来 我是需要有一个人来跟我对的 就是 所以我找了我儿子 我孩子的话 他也非常配合 我非常感谢他 他就跟我读了很多次 因为他 马上九岁了 所以他 字都能认得 只不过有些意思他不懂 所以他跟我读 读得比我还好嘛 毕竟他是在这边上学 那之前他是不愿意跟我读的 一个是觉得很无聊 很烦 然后而且还要去配合你 但这次他 我喜欢你 你还没有说 我会想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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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记得 我 我 是 我 一个人 非常配合 跟我读了很多次 而且他很快就把 他的部分的词 都记下来了 没有百分之百记下 但是他已经记得 出乎我的意料 就很多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记住的 他反而都知道 因为 我觉得他还是去真正的去说了 跟我去 过了那么几次 他就把这个整个情境 这个think 他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很容易就记住了 那他帮助我很多 然后接着就是 因为时间确实挺短嘛 我就跟经纪人说了 发了一个email 我说能不能帮我延期 延一天 这样的话我会多一点时间 然后他跟我回答 他说一般来说都很难的 所以你最好还是准时完成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经纪人也觉得 其实我的是经纪人和经理人 是同一个人 所以他比一般的经纪人要好一点 就是他会对我的 就是不单是给我接活 就是接这种audition 他同时也会去帮助我去发展 就比如说给我提一些建议 或者说是帮帮忙 给我做reader 或者说是给我 把那个self-tip做好之后 给他看一看 他会给我一些建议 那这次他没有帮我延期嘛 那他又补充了一下 他说哎呀你可以找 这个就是他们是有两个人嘛 另外一个人的话 叫Case 他就他说让他来帮帮你 后来他就 我还在想他怎么帮我 就是我其实很想是面对面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coach 来能够给我更多的指导嘛 那我都没有主动的去马上跟他打 当然我说谢谢 然后他就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需要我怎么帮你 需要我帮你做reader嘛 然后帮你一起拍那个self-tip嘛 我说我现在连这个词 就这个词的话我都还不顺 因为好多话我的对他的理解不够到位 然后包括他又要说的没有口音 说的很流利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巨大 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的目前的情况 他说好行 那我就给你读一下 我跟你读一下 然后听一下你的发音 然后给你提一些建议 然后最后我再录一下我的 我把两个角色的那个词都读一下 你录下来 你慢慢去听 慢慢去学 后来录下来之后 我就不断地听嘛 听听听 然后哪个地方觉得自己觉得很别扭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 什么样的语气是对的 就不断地通过他的录音来去修正 然后另外的话 Marty我的朋友的话 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 他可以帮我 但是呢 他觉得就是 我们还是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片子 和这么难的一个角色的话 他建议我去找一个coach audition的coach来去做这个 给我coach 然后帮我去把这个subtip做出来 那我完全同意 然后他就帮我去约老师 那个最近他有接触过的一个老师 他觉得是很好的 然后收费也很合理 然后就跟他沟通 然后帮我都安排好了时间安排好了 就在我这就在今天上午九点钟 约到九点钟 他只有这个时间有空 然后刚好也没有问题 因为他九点钟我跟他如果是他coach完然后拍完之后 那我今天是十二点钟中午掉的 那个就到期我提交的这个最后的diet line就是十二点钟 所以我觉得也没问题九点钟 那我十一点多十一点肯定能完成完成的话 我就能准时交 OK 那上个星期五我还是星期六我还是去了Marie那里就跟他一起 他帮我也跟我对了对词 然后帮我分析了一下剧本 第二天我就跟经纪人又录了一遍 就是给我录音之后 他又给我录了一个tape 接着今天早上就跟coach 他在东部度假 然后通过Zone跟我去coaching我 那他coach的方式呢 我觉得非常的好 用很短的时间让我了解了很多 我们就是准备了那么多天 都没有想到或者说意识到的问题 他一句句的跟我去coach 他先让我演一下 然后他慢慢把这一段戏的情况跟我解释 然后跟我调整 原来我觉得试镜的那场戏 我觉得挺普通的一个对话 就没有说一个很大的冲突 然后就没有想到更深的东西 也很难去理解到 那通过他跟我解释的话 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我去这样去 感觉我就在这个整个跟对方的谈话 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真的很 很有起伏的一个旅程 但是基于这个剧本里面就没有说是故意啊 这个有意的也是很不正常 就肯定是根据这个剧情 然后这样的 低高起再起 这样就就整个就 这个整个戏就动起来了 就是我我我去分析那个剧本的原因 为什么我这时候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他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什么选择 然后才会又起来 然后最后怎么两个人的关系又再进一步 变成了有些变化 然后变化的过程中 你他俩的语气和这种 你我来往的这种过程 所以就整个就让我感觉一下就就好了很多 就是那种起伏吧 然后接着去录的时候 我就在我今天之前 也就是昨天和前天的话 其实我已经就 词的话麻麻糊糊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程度 对我来说就在一个比较放松的情况下 但对于这个表演的话 我就已经开始就 让自己放松下来 就不管了 我练到这个程度也就 你再怎么也可能在语言上 在这个流利的程度上 发音上 你是没有办法短期去改变 经纪人给我了一些建议 就是你反正就是别想那么多 你就想的怎么顺下 顺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母语 你变成是一个母语者了 英文是你的母语了 所以你说就不管怎么样 你就想象你是 一个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怎么样就顺的就说下来 你千万不要去 就通过冥想也好 各种 imagination也好 就是你去把 就是想象 一个母语者 他是怎么说话的 你就怎么 就 就去暗示自己 去模仿 这个现在说来就 挺简单 然后当时的话 其实对我帮助确实很大 然后今天 coach给我的 这些 讲解和 练 他是一段段给我 做出 我这一段 我做到了 下段 我又做到了 再下段 也做得差不多 然后最后再 从头到尾这样下来 然后 Mardi也在旁边 一直在帮我 就是帮我 理解和帮我去 包括 因为有些 跟老师的沟通 他也补充了一些 或者帮我提了一些问题 就总之就是 真的是 一下提升了很多 虽然 离达到那种 就是满分 或者说是 直接拿到这个 角色的这种 这个距离 还是有很大 但毕竟就是 努力了 然后 寻求了这种 各种办法 去做 所以的话 今天我还是 非常感激 所有的人 感激我 我儿子 感激 Mardi 感激 经纪人 然后感谢 这个 Coach 然后同时也感谢 我的店员 因为我上午 我在拍的时候 他完全就在外面 要忙这个客人 然后我老婆 也过来 帮忙店里 所以 所有人都在帮我 我 有时候 我今天 因为 做到了那么一点 进步嘛 就是 然后我在想想 这个进步 我是怎么得来的 就是身边 这些人 给我的帮助 所以我 突然意识到 就是说 我真的是 还是蛮幸运的 要很感激 他们 这些人 但我又想想 其实以前 我也曾经有 有过某一次 或那么几次 也很努力 或者说是很 很 坚持去做某件事情 但是我都忽略掉了 其实周围 有那么多人 其实在 有行无行的 在帮着我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真的 是我真的是 有感而发 就是 有时候 没意识到 很多人在帮你 或者说是 别人帮你 其实他也在 付出了很多 但 没有去 真正的对他们 表示这种 感激之情 那今天我 借这个视频 要跟他们 好好的说 感谢你们 真的 我也努力了 然后我也 得到了一些进步 所以的话 为以后 更好的 视镜 和更好的角色 打击出